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是母亲节 祝天下所有的伟大的母亲 节日快乐 今天应该是去教会的 这里阴天所以我都没有去 有网友问我这个工作者的情况 其实我在以上的视频当中 有讲过 就是什么样的工作更容易 什么样的工作不是特别容易 应该在找华人是洋人 我说过的你可以回去翻翻 我那个视频看看 还有一个就是移民局 它也会经常的变化 有的时候它一年能变两次 就是移民政策有的时候一变 你跟不上 我如果现在告诉你了 你现在马上可以着手移民的事 或者说来各方面 留学也好 然后那个还可以 如果我跟你说了 你半年或者一年以后 再做的话 这个是没有用的 因为移民政策在不断的变 这次基督城的爆炸 和那么多的华人 这个投诉 这个 我知道我们这一百多个房东 都有投诉 这个 中国留学生的 这个要他们改变一些签证和一些政策 修改法律 我们已经在做 那那个 它都会变的 你知道吗 它都会变的 所以呢 你要知道 你什么时候出来 你再看 其实 要是那些硬性的 那个网 移民级网站上都有的 中间公司 当然中间公司 移民中间 它会跟你说的更 更天花烂坠 更完美 但是呢 我说的是 说 我说的这些是网站 和移民中间 它都不会告诉你的 而且我说的这些 虽然看上其实一些负面的东西 但是呢 它是一些实实在在存在的 而且你每天都要 经历和发生的事 那 我说的房子啊 我就说租房子 因为你无论去任何一个国家 只要你 到了第一件事 你先要住 无论你住酒店 一样长期 你肯定是租房子 所以你必须了解 因为你一旦不了解 触犯了一些东西吧 你那个 在你那个诚信部 你是抹不掉的 它会影响你很多很多 所以这帮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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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学生吧 他们 可能肯定不知道这个厉害 所以他们来了 往死里边那么左 这个 像恶魔一样 那 那其实对他们也是 也是不好的 你知道吗 对他们也是不好的 他看上去祸害了别人 实际上他也祸害了自己 那 那我 今天我还认真的给大家 讲讲这个 新西兰的租房的流程 为什么我不建议你们 就是来 像 用你们的思想 说来投资 买一套房子 租一套 租一套 租一套吧 那就算是投资房 投资房的税是非常高的 在这里租房子吧 你自己家里租房间吧 按道理讲是不用交税的 但是每个 每个人的房间不能超过266 它是有价钱要求的 人数要求的 这样不用交税 但是这样很麻烦 一般的家庭都不愿意和别人合租 因为你完全没有私密性 特别是那个厉害国的那个留学生 你不要看他们有的条件都很好 偷东西什么都偷的 什么都偷的 所以呢 那个 你要锁起来吧 他就不高兴 那在这里租房子是这样 正规的租房子 是交给中介公司 一般的整租 都是这样子 那你就要 签一年的合同 然后这一年之内 你不能跟他涨价 这是第一 第二一个 政府有一些要求 比如说你必须保外 达到多少厘米 按什么DVS 按什么吸食系统 就是这些要求的同时 你签合同 你必须收租 押金不能超过四周 这四周的押金 你必须提交到政府的押金中心 到一年合同到期以后 你要再还给他 就是让双方签字 要退给房客 你收租金的时候 你不能超过两周 每两周给你汇到账号上 有的人是一周 你知道吗 就是你不能超过两周 你超过了就是违法的 但是 如果是你在期间吧 你要去那个房子里边 有什么事维修什么 你要给他预约 你知道吗 你要给房客预约 房客让你去 你不敢让你去 你进也是违法的 还有一个就是 他们租房子就是 电行网 它会换成房客的名字 整租的话 打草也是他的 但是如果你分租 你分租房间给别人的话 你留一个房间 即使你不经常去住 那有一个房间 那你也属于分租 就是叫室友分享room 那你要打草 你要包店包网 那个你这些都要去做 维修什么都是你的 那你可以谈 就是你给他价格低的话 你说你付店 也可以 这要看怎么谈 但是收费呢 要看你怎么收费 你想怎么跟他收 那双方来谈 只要双方同意就行 所以呢 那通常这个 这些留学生 他不给你签合同 你也没办法给他要钱 房东评价信 第一有一些 他刚从国内过来 他根本没有 这是第一 第二个吧 他从那家 纠纷完了 他到另一家 你跟他要 他不给你 如果你张三里四五二 妈都来租房子 你都给他要 他不给你 他也不租你的房子 你想给他签合同 你想给他走正规 他不租你的房子 那你最后你的房子 就租不出去 你只能妥协 你妥协呢 就是租房间 你说好了多少钱 租一年 但是他们说话 和放屁一样 你知道吗 完全没有契约精神 完全不遵守这个规矩 他给你往死里 看见很低 你说这是一年的价格 我可以给你这个价格 但是你必须租满一年 他住三个月 两个月 他可能中间觉得 认识个男的 挺好说话的 要去蹭他住吧 还不用交房租 给妈妈又省钱了 他就跟人家去住了 他就从你这儿跑了 你知道吗 还有些 我觉得你这个房子 挺好的 到同学家门 我到你这儿来住吧 然后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又跑到那儿去 他们就拆伙了 经常是这样的 然后呢 他们又不愿意打草 也不愿意交网费 这样觉得省 所以他就愿意留个房间 让你去分租房间 这样他不用打草呀 他怎么着都算自己的账 这是他诡诈的心 他不为别人考虑的 所以呢 我的房间就是 都是因为这样的 就是你收了钱 他一看 你的钱快消耗完了 比如说他给我交 一个月的房租吧 一个月房租消耗完了 第29天的时候 他可能就跑了 这一天他不要了 他跑了 你知道吗 他不给你交押金 因为交押金 你会扣掉他的 他不交 他跑了 你要不回来啊 他根本就不交给你 你知道吗 我们现在都给他要护照 他就给你编一大堆 你说啊 阿姨明天给你 后天给你 哎呀我又忘了 哎呀我又忙 他就给你编故事 他不给你 你知道吗 走的时候 人家洋人都知道 钥匙交给你 他也不交 他就跑 他跑 他就给你把钥匙撂了 但是像我这房客 最后我找他们 他就咨询老师 老师说 你是应该把钥匙还给他 他们再把钥匙 拿了一个星期了才还给我 我如果把钥匙都给他 我没钥匙 我就一个星期都进不去 我屋 你知道吗 所以这是新西兰的一个租房 新西兰的中介公司代理 它是收费的 就是 我的收入我要交 根据你的 你如果你的房子 是在家庭基金里边 你要交33%的税 100块钱就要3% 如果你是你的名字的话 就交15%的税 但是大部分的人 都在家庭基金里边 因为这样是财产保护 就说无论是 他们洋人都是这样 所有都有家庭基金 洋人也这样 就说你跟任何人结婚的话 他跟你离婚 他分不着你的钱 他动不着你的 就进入保险柜一样 但是这个任何事情 有利就有利 你要付33%的税 那么 加上 你给中介公司这15% 这就48了吧 然后你还要给他8%的管理费 因为他为你管理客户 你一年都不用管 他到时候每两周 你把钱回到账号上 你房客根本就不认识你 如果房客有不好的行为 中介公司就把他告到法庭去 就这样 因为他们专业都有 所以你省心 你就得花钱 是吧 所以呢 那个 是这样的情况 就是说 每个国家都不一样 我知道西方国家 相对他都比较 就是人权嘛 就是说 按新西兰的规定 你不可以 比如说我的房客 租我一年房子 第二年他还要涨 我必须要跟他商量 我要涨房租 我说市场都涨了 我要涨 他不同意的话 我第一 我可以取消合同 第二吧 我要给他时间找房子 他可能说 我半年以后再找房子 我在8个月 10个月才找到房子 他放了来 你也没办法 你知道吗 你把他这里 租赁法庭 专门就是盼这个租客之间 你去告他 你占不着便宜 因为他们不站在房东这边 第二一个吧 如果他破坏你的东西 他故意的 他也不承认 那那那 中立房庭说 对不起你房东 你保险 你自己去赔 找保险公司去赔 你是可以找保险公司去赔 保险公司给你赔了 但是你要拿一个垫底费 这是第一 第二一个 你第二年的保险费就涨了 因为你赔付过 他亏过钱 保险公司不是盈利机构 它是一个 不是资产机构 它是盈利机构 所以他是一环扣一环的 就是说他对房东 是非常不利的 最后等于你弄了一套房子 你还带了款 你操了心 你上了火 你生了气 然后你最后吧 一百万 你能拿四十万就不错了 你十万 你能拿四万就不错了 去这些破事 然后还有人 直接就干脆 给你把鼻子都拆了 就是一种 报复心理 因为有些人 常年租房子 他也心态不好 他也有种仇富心态 你知道吗 他很防动 他不用有什么理由和原因 你知道吗 他都不认识你 他都交给中建公司 都不认识你 你知道吗 所以他就是一种仇富 他洋人也有 但是这个几率特别少 洋人吧 为什么他相对规矩一些吗 第一 他本身 他们人也没有那么邪恶 第二一个吧 民主国家人 他都不会邪恶到哪里去 因为他政府 没有把他们 把他们变成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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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魔鬼 他跟独裁国家不一样 独裁国家是 是他们 这个 这个 把他们变 把这些 把这些人民都变成魔鬼了 你知道吗 想是人都不行了 然后 那个 我的房客就给我破坏了 最后他就不给我赔 你一叫他赔 他就跑了 他一看 赔了这个不划算 他直接就脚顶磨油溜了 全都是这样 不光我家 全这样 所以这些房东 就叫苦连天 现在他们手里边拿着房子 卖都卖不出去 因为有好多都十套八套房子 砸手里边卖不出去 你知道吗 所以现在 现在就是贷款少的一套房子 没有特大压力的 像就像我这样的 我不 我不在乎 只要我不亏钱 我就卖掉它 我不 我不在 我一样可以向政府去申请 那个 独立花园别墅 对不对 政府 浪税人给我付 你知道吗 我也不工作 所以呢 我干嘛去着急上那个火 我就是告诉你们 就是说 洋人租房子 他很遵守规矩 他给你收拾的 像他自己的家一样 他在花园 给你打理的漂漂亮亮的 然后他走的时候 有些不用的家具 他要留在这 他都说 我这个家具不要了 我那个房子什么都有 我可以留在这吗 你说你要不要留在这吧 他说 谢谢 他给你他的家具 他要说谢谢你 你看这素质不一样 华人啊 能偷就偷 能拿就拿 就跟日本鬼的进村是一样的 细节给你 所以你说这些学生 有没有钱 我就是租房子 现在搞得我很狼狈 让我生气 他的爸爸 就是天津的白手套企业 天津白手套企业 这个人是个东北人 很年轻 也就40岁左右 什么搞什么电子商务的 什么华 华什么 华盟好像 就是这样的企业 就是 在天津是很厉害的 他女儿都说 中国政府垮台 我爸爸的企业就垮台了 中国政府不垮台 我爸爸企业不会垮台 那么牛逼的人 你就是 就是女儿出来 还黑人家这样子 黑人家房东这样子 你从中国下飞机感冒了 钱都给我要 这跟 这跟租房子有什么毛关系 就流氓不要脸嘛 你知道吗 所以说他是不是要让人家搞大肚子 我还得给他付这个肚子孩子责任 你知道吗 你看你是流氓 你知道吗 哎 不不不 这真是流氓 所以呢 你租房子 你就看到就这么多的 那个他们就钻了空子 所以这些人 就适合独裁国家 不适合民主国家 不适合民主国家 所以那些倡导民主的人 我真的觉得 你就来到民主国家行了 你自己好好的行了 你不要选他们 你知道吗 哎 但是民主对他们真没用 知道吗 我觉得他们真的应该回去 都是下乡 真的是这样子 啊 所以呢 那个对你 因为他出来以后祸害了 你整个祸害了 你看像我了 从 出来这么多年都没接触中国人 完全对中国人不了解 中国的东西都不了解了 然后 他们问我什么都说不上来了 中国的东西 记得有一个房块说 现在中国有一种 刀叫唐瓷的 什么的 非常好 不用磨的 我都不知道 所以你看 我说中国出的东西 还真是不错 挺先进的 结果呢 这个这个 那个刀是很脆的 你知道吗 一拍黄瓜全花了 因为不能拍 只能切 就是完全不懂嘛 然后 那我现在通过这些 这些事情 我就跟他们 这样子 我发誓不再跟他们打交道 友好的 我也不跟他打交道 彻底的就埋葬了 这个群体 留学生群体 那留学生也会长大 反正我就不跟他们扯淡了 所以你出来 住的这些知识 你一定要知道 你出来以后 不要做那个不守规则的人 你要有契约精神 你知道吗 你不要学他们 你学他们 你和他们一样 你知道吗 你也没什么好下场 第二个呢 我们这里都是有诚信记录的 但是他小屁孩 实际上他不知道 我都有诚信记录的 我全给他放上去 到时候他那个 你想发展 你知道 他想在有些企业 一些政府机构的 他根本就不可能了 你知道吗 根本就不可能 现在为什么说工作 就是说 像其实当地人 现在也不好找工作 为什么呢 因为最近我们的政府 又涨起来 一个小时二十块钱 一个小时二十块钱 这老板都开始减员了 裁员 能量人干的 他不要三个人 他甚至自己就去干 因为他这样的话 他没那么大的利润 你明白吗 他按小时付费 对不对 他按小时付费 他付不起 他去了付了房租 去了成本 去了工人工资 去了税 他没有什么钱可剩了 但是像特别 像华人企业 他也没人给他工作 他只能自己去 搞个小企业 就是那种付气垫 那种 甚至是老婆 老婆孩子 搞一个企业 然后再雇一个 亲戚 或者说再不够了 再找学生 学生可以一个星期 打二十个小时的工 他也说 这一天 那个学生 这样因为他给学生 不需要办任何的东西 知道吗 所以他们要愿意 要学生 但是一般的 上了年纪的人 想这儿把你进入 快要 他对象结婚的年龄 他对象一份 稳定的工作 要养家 特别是结婚的人 他要养家 他要想固定的工作 他不给你的 你跟任何华人企业 你都要花钱买工作 记着 花钱买工作 因为欺骗人的人太多了 华人就没有感恩的心 我告诉你 人家企业 我以前讲过 视频你们应该好好看 给你工作了 答应跟人三年了 结果你干一年 拿到商品 你就跑了 你没有诚信 那现在微信 现在大家都这么 就这么一点 一共一万个人 华人 他们也不传吗 一传以后 大家都不给了 所以现在说 你想找我有工作 是吧 没问题 自己花钱 你知道吗 先狠狠地剥削你三年 新西兰的劳动法 一个星期不能超过四十个小时 但是呢 他叫你干七十个小时 那三十个小时 你白给他干 他也不给你钱 你也不敢告他 因为你自己也是违法的 你知道吗 你自己也是违法的 就跟吸毒和贩毒 你们都在违法 你也不敢告 你只能认 认了以后 你带了一颗仇恨 干完这三年 拿到身份 你就不平衡 你不平衡 你花了钱了 你也不想从 从外边带一个人进来 对不对 你不值得呀 你也不知道他骗不骗你 所以呢 当地人吧 老的华侨 不愿意要新华侨 所以就面临这样一个问题 它是 你知道在海外华侨 也分三六九等的 分三六九等的 第一个是有钱人 第二个是像我们这样 家属 完全接触洋人的 嫁洋人的 层次高点 洋人的 这是一个层次 还有一家 穷屌丝租房的那种洋人的 那个洋人的 这是另一个低一点的党 吃了少年没下的那种 他们也一个党 还有一个就是 玩一下 嫁印度人 嫁那些黑人 那个 那更 档次低 我们都不理那种人 那他也分三六九等 那你来找这个工作的话 那这么个小国家 我们新西兰 一共四千八百万人 四千八百万人 还有一部分人 完全是像我这样 不上二班的 他肯定没机会给你 那的几率非常少 完了以后 洋人 吃过亏的 他们也会穿 他不会给你这个机会 他给印度人 给任何国家人 他都不会给你 厉害过的人 就这么简单 因为诚信不好 诚信不好 一个人做了 大家都买单 这就是我忽悠我唱的 我要告诉你们 这些丑恶的东西 我要揭开这些 肮脏的面纱 给你们看 海外生活的 恍然是怎样 我在这里 非常非常快乐的生活 就这段时间的不快乐 全是因为这些 邪恶的留学生造成的 你知道吗 所以呢 我就是说 它影响你们 影响后来移民的人 我的视频 你们要重重去看 我说的每个视频当中 我都不是闲聊天 都流露一些内容 只能可能多多少少的 所以呢 因为这是一种 很严重的现象 你知道吗 所以人家都叫我们 黄货 人家叫我们 它不是没有原因的 你知道吗 人家那么 你看现在全世界 都有中国人 特别是旅游经典 全是写的一个 保健品店 什么店 公益品店 全部都写的中文 你以为人家重视你啊 人家就想卖给你 卖假货 卖那个 本来是垃圾东西 卖给你上千上万 那种东西 你买吧 我恨你 我就赚你的钱 我就想抢劫你的钱 人用另一种方法 人高眼的方法 恨你 所以我跟你说 流氓 还有穿裤子 他也不穿裤子 他表达的方式 不一样 就是这样子 都是这样子 所以呢 在世界各地 这个喜结的 全是喜结 就是喜结拆腻 所以我跟你说 你们 你们就是说 出来以后 你们要合理的避讳这些 自己首先不要去做 在一个黑暗的角落里 你们要发出微弱的光 就是这样 首先必须要这样子的 因为要不然的话 你不改变 我不改变 就来了 正因为 他们意识不到这一点 没有人去像我这样去说 甚至我这样说 会找一些那样的人 会骂我 但是我不在乎 他不会 他不会阻止我去说这些 知道吗 我要告诉大家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 严重的一个现象 你知道吗 在新西兰 其实现在还有一个移民 很容易就是 一千万和三百万纽币 也可以 知道吗 但是很少有人拿出那么多钱 特别是年轻人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那你买房子都可以 卡你买一排上千万纽币 也可以没问题 但是呢 谁有那么多钱呀 对不对 谁有那么多钱 那你现在想想啊 这些租房子引起的 你不要以为 租个破房子 就是这么多事 哎呀 我跟你说 房子可是很重要的 因为牵扯了你住的问题 你来第一件事 你就要跟房东打交道 你要去租房子 对不对 你整租 你要知道哪些哪些规律 你不能后悔 你不小心就帮你带到法庭去 带到法庭你就有污点了 你知道吗 你永远抹不掉的污点 这是一个诚信国家 任何事情都是有脚印的 所以呢 你像他们说 我告你偷税漏税 我才不怕他告我呢 我也没偷税漏税 告完了以后 查所有的中国人 所以现在已经开始 早就开始查 查从银行查 我以前跟你们说过 每个银行必须提供 十个中国人民额 查你什么 从你入境开始就查你 因为从你 现在说你收几千块钱没交税 查完了以后 只要你有房产 政府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把你所有的钱扣了 罚了 直接拍你的房子 最后让你光屁股了 什么都没有 有可能驱逐你 你知道吗 所以华人都在这不敢做 但是这些孩子往死里做 他不知道死活 他等于把所有的 这个这个这个 整个民族的这个这个 这个海外的命运 他都全是这帮中国留学生干的 你知道吗 大家要是意识不到这一点的话 所以我说你们要远离这帮群体 不要学习这帮群体 而且你有房子也不能租给他 你知道吗 你也不能去和他合足 因为你不能和魔鬼一起来打交道 真的 还有一个 你们要 你们要 那个什么 知道自己也不能这么做 工作呢 不是完全没有机会 有 你看比如说 你去搞高科技的 什么 你是科学家 你是什么 卫星研究 地质专家 或是你是那种农业专家 你是医生 你的英文能达到7.0 你是很好的老师 都没有问题啊 你在中国 可能本身就是一个教授级别的 你的水平特别高 你的英文也没问题 你来了以后不用这的文凭你也可以 他也可以 因为他缺这方面的人 你知道吗 他会给你这个工作 他也可以给你办理身份 这个都没有问题 但是 现在 现在很多国家通过这个 美国 他一戳破窗户纸 一呼召吧 大家都 大家都知道了 因为互联网时代嘛 你 那个 都是 就是低端的人 根本就来不了了 就没什么文化 没什么 那个那个 特长的啊 那 现在就是 但是有些领域的国家也不允许你学了 因为预防你来偷东西啊 所以把每个人都当自己房 你知道有钱 以前有人偷过东西吗 是吧 偷过人的技术 偷过人图纸什么的 对不对 到乌克兰偷人家坦克图纸 不都他们啊 所以现在呢 就是 那个 嗯 因为人家也开会 人家传达指示 是吧 这是等于偷人家国家机密一样 那那个 这些是可以 但是低端的来不了 那么他们来 来留学没问题 我们不介意 这个国家不介意你来送钱 来旅游都没问题 大把大把的来购物 都没问题 对 但是购物你要交税 我们有那么多的蜂蜜牛奶 我们不是也不让贷吗 对不对 不是你来给钱的 你要你要交税啊 就是任何外门邪道 偷鸡倒把的事 在西方国家都一定 除非他们不发现 一发现了的 把路死死的堵住 只要前面有人做了恶事 后边的人一点机会都没有了 这是所有的路都是自己读的 不是别人 西方人很友好 很有善 只要有一些邪恶的人 这些群体到哪个地方 哪个地方就一片黑暗 所以你想 你想做那 那个走到哪一片黑暗的人 还是你想做走到哪 带来一片光明的人呢 这个是在你的选择 在你自己 对不对 你希望这个黑暗 然后你也在黑暗当中 对不对 最后你也是 你也是跑不了 你也是买单 对不对 所以呢 那个 在国外的收入是高 因为我们是按小时计费的 但是税也高 你千万别想偷税漏税 如果你在 你的国家有收入 你在这里也有收入 你两边交税 这样 我现在知道 厉害 国也厉害了 两边交税 所以呢 税也是蛮高的 你想偷税 一个字就死定了 你知道吗 死定了 我们都不敢偷税的 所以他们刚来那天 孩子不懂 他不知道 他们有一些 灵活的政策 你在这种情况下 可以不交税 这种情况下 他不懂 他就以为你那个什么 而且在这边交税吧 就是说 你一月份的收入 你十二月份报 也没有关系 你知道吗 你说十二月份 我出国了 有事 你下一年报 也没关系 你知道吗 他很宽容的 他很包容的 你不要吃老了 都不交税行了 所以这帮皮孩子 只知道一点皮毛 认识几个猴人 就是留学生 但是这个老师吧 他也很邪恶 他没见过钱 他们就要 叫什么穷 穷屌丝 给他 给他一点钱 他就要像狗一样 你中国留学生 说什么他都听 他也不去问 听听你那份的意见 他就一面之词 他就听 他就跟着你去跑 你知道吗 所以当他们有一天 像我这样的人 告诉他的书 他才如梦初醒 那个书觉得 哦 我靠 我眼里这么 这么复杂呀 都不懂 我眼里好多 很简单的 所以他们的纯洁 都是被 厉害国给他耍出来的 耍聪明了 那耍的人 也绝对不会 再给厉害国的人 寄会 我告诉你 绝对不会 昨天 那个教会 那几个人 都是用鼻子横 哎呀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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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ymore No way Chinese No way 你说说多悲哀 我坐在那 我也是 我也是厉害国来的 哎呀 我天哪 我的天哪 这太那个了 所以我真的希望 中国政府 你要建立一个这样的网站 你知道 建立这样网站 把国外这些祸害人的 都给他弄一个诚信记录 就像欠钱不还这样的人 你要阻止这些事情发生 他在外边祸害到了 对对对对你这个国家名声 没什么好处 对不对 所以所以是 呃 不好的 嗯 不好的 你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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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觉得 我觉得我个人认为啊 不是美国太那边是 这个投诉多了 到到到 FBI 到到白宫去投诉多了 我觉得美国也不会狠狠的 回头来 用用用那个什么税 来收拾中国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 他都是有原因 这是我家庭主妇 个人认为啊 呵呵呵 哪说哪料 然后呢 具体怎么是 咱也不知道 嗯 反正是我觉得 美国是上帝派来的 天使 美国是拯救世界的 除了上帝以外 上帝借了他来拯救世界 美国是 独裁国家的克星 嗯 这是我认为的 所以你看 都是独裁国家 他只要一 一插手 就 对不对 挺好的 但是他们的百姓 就充斥 走上了 告别 水深火热的 这的 当然这需要 时间一个过程啊 所以我觉得 你们应该为美国祈祷 美国能够身上正义 彰显他的大国风范 呃 承担他的社会责任 全世界就好了 啊 但是他们有点想法利益问题也很正常 那凭什么人也免费给你做呀 是不是 人家动用军力动用什么都要费用 是不是 所以呢 也可以理解 下一步 有那些在网上喷美国的人 你还想往美国跑 我告诉你 你死定了 你跑不了 你在网上喷 你以为在网上喷就没事了 所有的都可以查得到你 你知道吗 所有的都查得到你 人家现在美国都查 你在网上的Facebook Twitter那些那些跟帖 那些留言都可以查得 你前面就是骂美国美地 你后边还想往美国跑 你这人格分裂啊 你精神分裂啊 你还跑什么跑 对不对 你跑了去一边的给你抽回来 我告诉你 啊 你跑 你不是你不是矛盾 你自己就矛盾了 你还往那跑 对不对 你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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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呆着 你知道吗 你在哪呆着 西方自由民主的国家 欢迎优秀的人来 永远都欢迎优秀的人 那种排斥不好的东西的人 我今天早上看了一个新闻 一个卢广 卢就是一个像像一个 头颅的卢广 广是好像是浙江人 他是一个非常非常 你们有机会可以看 我等现在上网查一查 他是个非常非常棒的人 嗯 他就是揭露这个厉害国 黑暗一面的角落 他是个摄影师 他是个记者 他去拍 揭开这些一幕一幕 引起更多人关注 啊 他拍那些地方人都很可怜 都是穷酷百姓 全是穷酷最底层的百姓 死了都没人管 什么什么爱 什么什么爱字村什么的 哎呀 他要不报道我 像我这样的人都不知道 太可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 所以你看人 人和人之间不能比 所以我们都需要 有正义的人 就说 你可以邪恶 你绝对不要去上海那些 有正义的人 就像那个村友园似的 我跟你说啊 我最近就是 这个中国留学生 激起我的恶来了 激起我的罪来了 我我我我从来不骂人的 我孩子老说 你最近不像一个基督徒 老是抱出口 我真的抱出口 我觉得他能把天使 变成魔鬼 这帮厉害国的留学生 他能把天使变成魔鬼 我就是天使 他又把我变成魔鬼了 我老想骂人 你看我在视频当中 我也是的 说说说说 他那个 那个扎女孩 说我我无言会议 我的确是我真的想骂他 骂他都不减 因为因为他们做的这些缺德事 我跟你说 让很多人 有一些人很好的 他们想出来 他们就想过好好的 正常的生活 他们不想和他们同流合污 可是他们就出不来了 因为门口太高了 你知道吗 你又觉得很同情他 但是呢 你谁的国家政策 一个老百姓盖不了 你就你也没办法去帮他 所以呢 他只能在那跟着一块沉沦下去 你说这是多大的悲哀呀 这是谁的错呀 你是不是应该痛恨那些 做把门口雷高的人啊 所以我们要忽悔 我们要我们要 我们要倡导 就远离这些人 坚决的 坚决的阻结这样的人 你不能跟这样的人同流合污 你知道吗 我相信 新西兰我是唯一一个 揭开这个面纱的人 你知道吗 唯一一个揭开 他们都是这样的啊 猪一样 就是关门过我们的日子 你谁也不管谁 那关往什么 反正我移民了 关别人什么事 你别告诉这些强国的人 怎么怎么样 我还就不希望他来呢 我已经跟好几个人说 我做视频 你可关注一下 他说你吃饱了撑的 你管别人什么事 他来来他不来拉倒 然后呢 他们调频就投诉他 然后你干嘛 希望那么多中国人来呀 我们来了以后 都祸害了一块 都又黄祸了 然后再做缺德事 多了再想 印尼大屠杀 一块给宰了 都因为他们 我们受到牵连 你真是吃饱了撑的 他就这样说我 你知道吗 他不让我 他不让我做视频 说这些 他不让我说 新西兰的一些事情 你知道吗 我说 我 我还尽量能 做那个威乐的蜡烛 我要说 我要说 我说我不会的 所以我说那些 我欣赏那些 即使我很讨厌 有一些厉害国的人 但是我还是原来 自己初想 找一个中国人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就说我知道总有好的 总有好的 那那个 那个 好的人不能因为 这些不好的人 而替他们买单 但是这些好的人 又替了这些不好的人买单 你看 这就是我说的 不公平的地方 其实他很好 老实八交的 就像我们说的 你看 好多这个厉害国的 男的不会说 不会到老实八交 上个班 不飘不读 下班回家 没事看看书那种 找不上对象 再厉害国来 就是傻逼 穷逼 你说 我就欣赏这样的人 你知道吗 我要是 我就欣赏这样的人 但是有几个 像我这样的人呢 所以这样的人 可能是打光棍的 还不少 你知道 你坑蒙拐骗 炸了以后 你又鬼又炸的 你骗了钱 你就有钱 你给他买宝马车 他不会跟你做自行事 那个 网友说 什么坐在宝马里边 哭也不愿意 做自行事 这就属于贱人 说这种话 而且现在 这种贱人 还比较多 你知道吗 我就不喜欢 我在自行车上笑 我也不愿意 在宝马里边哭 所以每个人 追求的东西 不一样吗 因为那是 幸福的快乐的 是吧 所以呢 他是认为 幸福跟钱 有关系 我认为 幸福跟钱 没关系 这是完全 两个层次的人 两个境界的人 你知道吗 你要跟 那种能使你 灵魂升华 提高的人 去交流 你知道吗 所以我觉得 你们找工作 为什么我说信仰呢 因为我知道 在那信仰挺难的 我知道你们会 受到很多的逼迫 但是呢 西方人吧 他对于 那个区域来的人 没有信仰 他不敢信 包括我也在内 我最后做出 放弃中国区域 也是因为信仰 我不能信任他们 我没办法信任 我一接触多了 我就开始有压力了 我压力 我就莫名其妙的压力来了 这种压力 不是谁给我的啊 他们都很好 就是莫名其妙 我就有一点不信任 我没办法百分之百信任他们 所以 我觉得心太累 我就赶紧的放弃了 赶紧放弃 就是这样了 那是不是都不好呢 肯定不是 因为现在有很多人 一直跟我联系 都非常友好 我们像朋友 要为给他们出主意 非常好 但是 我给他们出主意 我那个 但是我不想 我马上掉头 我不想跟他们成为夫妻 就这么简单 我不想和他同床共争 就是这样的 因为我没法 但是现在就是我 当我说我征婚的时候 那别人也说 你的房客给你折磨的还不够 你看不清楚他们嘴脸 你认为 你还抱着希望 还能有好人 对这样说 洋人也这样说 华人也这样说 你知道吗 说我 你脑子进水了 那个华人说 我脑子进水了 你怎么会这么想 我说我这个实验失败 因为我过不了 我自己这一关了 听他们说 也是一方面 因为 然后呢 我自己也过不了 我自己这一关了 因为我已经是 脑内边马上就有压力 因为我没有 没办法敞开心扉的 向他们交流 我会有所保留 我会 我不是一个有所保留 但是我必须会 我这样 然后 我还 我就不快乐 我不快乐 我就有压力 有压力当然不快乐了 所以呢 你说要跟他在一起 你还要争一只眼睡觉 你还 那个这个 你多累啊 所以你当然就是远离了 其实这是对曾经有机会的人 这是不公平的 是不公平的 他们就因为那些邪恶的人 失去了这个机会 比如说我要做一个什么企业 我绝对不敢顾自己的同胞 绝对不会的 我曾经想给别人弄一个养老院 我们的养老院内部人 我们就是说工作人员 包括养老 进行养老的人 我们都 我们都不招的 我们都不招 因为我们惹不起他们 我们 我们智商没他们高 我说那个智商 没有坏的心眼没他们高 我们怕了 我们不想 我们不想被气死 所以我们就 就躲了远点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工作的事呢 如果你有能力 你想尝试 你也可以尝试 网站上都有 你能找到人 给你工作 给你 他一定会给你办理签证了 他会的 但是 大概你找的是华人还是洋人 华人 我跟你说过 百分之百你要花钱买的 这个都成不成功的规定了 没有人免费给你办 因为 因为以前他们都被伤害 免费 没有感应的心 甚至有的人不懂 还回头投诉人家 你知道吗 你投诉一个人 所有人都知道了 因为人家吃了亏了 人家抱怨 到处说呀 你知道吗 人家吃了亏了不平衡 就像我被房客黑似的 我也不平衡 我也到处说呀 你知道吗 这是像那个房客 大喇叭一样 到处说 对不对 所有人都知道 你知道吗 所有人都知道 但是有的人他就知道 原来这样我不能这么做 你就像我一样 你就可以有自己的群体 还有自己可信 还有人可以信任你 还有机会 要不然的话都没机会了 因为我是肯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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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开的 但是我有可能 高兴了 65岁再回 再回新西兰养老 但是都不确定 但是我 我想我可以自由的去 去美国 去加拿大 去加拿大 去那个 在加拿大很冷 我不太喜欢去 然后我去那个 澳洲呀 去 英国我不会去 英国 英国在途径太多了 害怕 好 今天给大家分享到这 周末有开 拜拜